《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9号是《建民论推墙》的2043期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谈一谈就是习近平见布林肯 他究竟见了没有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判断了习近平多半是会见的 那么果真今天一大早就传来了 习近平接见布林肯的消息了 也就是我判断的是判断对了 我认为习近平一定会见布林肯的 不代表习近平见布林肯 就会对美中关系有什么突破 就表示习近平一见了布林肯以后 马上中美之间马上就会有一个大回转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见了只是习近平通过接见布林肯 向拜登做一个姿态 表示我是愿意跟你美国高层呢 我们保持一个沟通渠道的 那么也就是说 拜登他也希望跟习近平见面 习近平也希望跟拜登见面 而这个所谓见面呢 习近平已经想好了 要到今年十一月份在旧金山举办的这个IPAC会议上面呢 习近平将会跟拜登再来有一个什么双方首脑会谈 而拜登激励促成这个会谈以后 拜登是希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呢 能够对中国呢进行一个正式访问 因为拜登当总统以来还没有跟中国有过一个国事访问 一届美国总统都在自己第一个任期呢 基本上都访问过中国 那么拜登他访问中国除了要加强他自己作为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呢 他一个盛大的排场礼仪之外 最重要是能够给他自己为明年的连任呢 能带来不少支持率 所以这是拜登的算盘 那习近平的算盘更是希望在今年旧金山的这个IPAC会议上面呢 他以大国首脑的身份到会而且跟拜登有这么首脑会谈呢 就可以重现他去年在巴厘岛时候那时候的辉煌嘛 在巴厘岛时候跟拜登也见了面 而且世界各国的首脑大部分都希望跟习近平有会谈的这个机会 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是不断的这个要求 然后最终左安排右安排 安排了特鲁多跟习近平见面也就见了这么十分钟 所以说呢习近平很希望到今年旧金山呢 重现他去年在巴厘岛上的辉煌 因此呢这次习近平见布林肯实际上就是嘛 就是做一个姿态 根本没有任何推动中美关系里面的任何失智性的内容 见面习近平无非也是说一些官话套话 什么国与国之间要坦诚相待了啊 要互相尊重了啊 何则两利斗则两伤了啊 愿我们中美之间求同诚意合作共赢了啊 这是习近平呢表面的说的官话 但是习近平在这个接见布林肯在作为安排上面呢 他选择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姿态 按道理你是接见国外的贵宾应当是主兵双方 大家都双方对坐 这是一贯的中外礼仪 随便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 你只要接见别人都应当是主客双方互相对坐 这才符合国际礼仪嘛 而这次习近平的安排作为安排 大家从视频上就可以看出啊 习近平一个人是独坐在主席位 而中美官员是分裂两侧 这种作为排列的方法呢 很像习近平过去坐在这个位置上 听从来经汇报的 比方说香港的港手林郑月娥啊 澳门的这个特首到北京来向习近平汇报他澳门啊 或者香港他的这个形势发展 也就是呢 过去这种安排是习近平坐在主席位 香港以林郑月娥为首的港手做一排 那么中央政府里面什么中联办啊 港澳办的这些官员呢 分做另外一排 习近平听从这些下属香港汇报嘛 那你现在接待布林肯 怎么也把布林肯当作你的下属呢 布林肯是美国政府派出的 本届政府里面访华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他是贵宾 怎么肯定把他安排成是你的下属的这种位置呢 你坐在主席位 然后美国的来宾坐一侧 中国的什么王毅秦刚这些人坐另一侧 都来向你做汇报的嘛 所以呢 习近平他这种座位安排啊 我看比那个布林肯下飞机时候没有铺红地毯 对人家的这种羞辱性更强 而且习近平一开口就是一口官腔啊 都是共产党的党八股啊 你看他开口称谓要带上职务 称王毅为主任称秦刚是国务委员 也就是你习近平讲的话别扭不别扭呢 为什么特意要强调一下秦刚这个外交部长之前 还有一个国务委员的这个身份这个职务呢 也就是对于中共来讲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官场文化 走到哪里呢 首先要先把对方的这个职务官位大小呢 要摆在前面 也就是要体现排场嘛 国内大小官员迎来送往是这样 他们近代外国人也是这样 王毅主任和秦刚国务委员和你我知道 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个总体上呢 这个双方谈的是坦诚深入的 Director Wang Yi and the state councillor Qin Gang have met or held talks with you at length an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two sides have had candid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中方是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双方同意共同落志好 我和拜登总统 在巴黎道会务时候达成了共识 双方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呢 也取得了进展 达成共识 这很好 The Chinese side has made our position clear and the two sides have agreed to follow through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s President Biden and I had reached in Bali The two sides have also made progress and reached agreement on some specific issues This is very good 国与国交往 总要相互尊重 一程相待 我也希望 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 都发挥积极作用 State-to-state interactions should always b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sincerity I hope that through this visit, Mr. Secretary you will make mor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stabilizing China-US relations 习近平讲话中首先就强调王毅主任 国务委员秦刚和你做了这个会谈 就是强调他们俩人的这个地位都是副国籍啊 你布林肯你最多也就是个副国籍啊 也就是他们两个副国籍来接待你 这已经给你是足够的重视了 现在郑亲自接见你 虽然是把你摆在你们两排象征汇报的这个位置 但是这是我天朝巨大的荣光啊 所以习近平他就要摆这个排场 也就是中共领导人很习惯把每个人的职位呢 放在尊卑的最重要的位置上 上一次习近平接见比尔盖茨时候 中共的官媒报道不都是用了你和您吗 也就是习近平称呼比尔盖茨都是用你 而比尔盖茨称呼习近平都是用您 我不知道这个翻译他在翻这个时候 英文中除了右这个单词之外 还有什么单词能够区分你和您呢 那为什么中国的官媒他就是这么去报道呢 实际上他就通过你您的区别 来显示比尔盖茨和习近平之间的尊卑之分 你比尔盖茨你必须是敬见皇上 敬见我天朝的清风大帝啊 而习近平作为天朝的最高荣耀 他接见你们就等于你们是万国来朝 所以习近平很喜欢呢 他享受他自己这种高高在上的这个皇家位移 那么布林肯来访了 也就是秦刚也谈了王毅也谈了 习近平也倾听点水式的接见了 最终呢秦刚和布林肯都分别发表了这个会谈的外交声明 那这个声明上还是延续过去一贯的 中美一旦发表外交声明总归是各说各话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中美外交声明我对比了一下 唯一相同的就是美方将邀请秦刚作为外交部长访问美国 中美之间都有这个表达了 这是我觉得唯一相同的 那么不同的东西非常多了 也就是大家各说各话嘛 中方声明是反复强调中美关系现在处在关系利益的最低潮 就是我们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那么最低谷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美国人造成的 现在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到了最低谷 都是你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打击 对我们的芯片卡脖子 那么美方的一系列做法都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强调中美双方应该推动中美关系 所以现在要起跌回稳 要重回正轨 这是中方声明呢 强调的就是一切责任都是你美方的 你动不动对我们卡脖子 你动不动打压我们封锁我们 限制我们共产党员入境 限制我们留学生入境 然后对很多关键技术产品 你们限制对中国的出口 尤其是芯片 你们卡到我们连半片芯片都不给我们 这不都是你美国在破坏 中美关系吗 所以现在要起跌回稳 要重回正轨 你美国人看你们的态度吗 这是呢中方声明所表达的 而且呢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不可预约的红线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所在 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这是中方的声明反复强调的 这都是层次烂调了 一贯强调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啊 是不可预约的红线啊 那人家把你这个红线早就踩成了红地毯了 也就是去年人家美国议长南西普洛西就降落到台湾 专门访过了台湾 而今年蔡英文总统过境加州时候 又跟现任议长在里根图书馆又进行了双方友好的会谈 共同发表声明这个红线早就踩过了 你不是看着人家踩你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说呢中共它不断地强调台湾海域的这个不安全不平等 都是你美国造成的 你们首先又是访问台湾又是接待台湾总统 然后你们不断地对台湾经受导致了台海的安全下降 增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嘛 都都你美国人造成的嘛 所以一切台湾的不安全的责任都在你美国人 那么美国呢它强调 它们奉行的一中政策 而不是中共所讲的一中原则 就是中共讲的这个一中原则 就是台湾是我们的领土 台湾是我们的内征 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们的内征 你们跟台湾之间的任何军售 都是增加了地区不安全的因素 都是不能够维护一中原则 不能维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而美国人强调什么 我们奉行的一中政策是什么 是你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美国和台湾有资格也有能力去发展美台之间 互相完整促进对方的经济贸易关系 当然也包括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了 所以美国人现在就是这样 一中一台各说各的话 各做各的事 中国希望美国完全断绝 跟台湾之间任何的往来 那是完全做不到的 美国也不可能给你做任何承诺 所以呢 大家就是嘛 叫做一中各表 你说你的话 我说我的话 那习近平他做这些表面文章 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一定要借鉴布林肯呢 我已经在昨天的节目给大家做了分析 那么前面我也提到是为了习近平想安排 今年十一月份他要出席在旧金山主办的这个IPAC峰会 习近平在这次IPAC峰会上面 他是打算跟拜登再有这么一次首脑高峰会谈的 虽然这个会谈也没有任何内容 只是一个礼节性的这个交谈 这种交谈就显示中美首脑之间是有沟通有见面 有互相商量的余地的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连一个芬太尼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因为美方是决心要遏制芬太尼 芬太尼对美国的这个伤害太大 而中共就是捏住美国这个软肋 我就一定要把芬太尼输送到美国去 中共感觉到除了武汉病毒之外啊 芬太尼对美国的打击是最严重 对美国社会祸害最大的一个工具 使用这个工具呢可以换散美国底层民众 他们的这个精神和思想 因为大量的美国底层的民众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法移民 一些无家可归者 或者是一些常年吸食毒品上瘾的 这个给美国社会制造各种灾难 各种混乱的人群呢 他们最欢迎芬太尼 只要芬太尼给这些人一吸 然后呢 在美国就不断的制造大大小小的各种刑事案件 烈性案件 这些案件的不断的爆发 就会大量的牵责美国政府的精力 而且那是破坏美国的社群 引起美国人民思想上的混乱 也就是经常会讨论嘛 要不要尊重这些人 他们选择的自由 要不要保住罪犯的这个权利呢 习近平很清楚 美国民主党是一再打着要保护罪犯权利的 那保护罪犯的权利也保护了罪犯可以吸食毒品的权利啊 中共不可能不研究美国社会 中共很清楚 美国社会现在是民主党 它控制的一府一院 也就是参议院是民主党控制 那么白宫是民主党控制 而民主党充斥着大量的左派 整个社会上推举的是LGBT的思潮 也就是左派风潮在美国现在是政治正确嘛 那么既然左派在美国占上风 我们要迎合美国左派他们的想法搞乱底层 通过底层给美国社会制造各种社会毛病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对美国社会造成各种混乱 再加上思想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渗透 把美国社会搞垮了 中共不就赢了吗 这是习近平他的一盘大棋 随便你拜登怎么去求习近平 要求中国停止对芬太尼对美国的侵蚀 中共表面上都会答应 但是背地中共只会加紧向美国输送大量的芬太尼产品 这些产品输送都是中国用国家用政府的行为 把大量的芬太尼的半成品和它的这个原材料拉到南美的 也就是向南美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芬太尼的原材料 目的就是让这些贩毒集团 让他们把这些芬太尼输送到美国啊 而且芬太尼是暴力啊 作为贩毒集团来讲 只要有利润他们怎么能不干呢 所以说芬太尼的问题是肯定解决不了的 而美国她这次在旧金山主持IPAC会议呢 拜登是相当的重视 最主要是副总统贺锦丽相当重视 因为贺锦丽她好不容易争取来 今年这个IPAC峰会呢放在旧金山举行 大家都知道贺锦丽是来自加州的 她在出任美国副总统之前 她担任过加州的总检察长 她是长期在旧金山生长和在旧金山这个区域里面 发展重大的 旧金山对于贺锦丽来讲 就是她自己的大本营 是她政治从政发起的大本营 去年的IPAC峰会是在泰国举办的 也就是贺锦丽作为美国国家的贵宾参加了这个IPAC峰会 是她在这个峰会上面争取了今年给美国争取的第三次举办IPAC会议的这个机会 因为美国到这一次已经先后举办过三次IPAC峰会 第一次IPAC峰会实际上是IPAC刚刚成立的时候 在1993年在西雅图举办的第一届IPAC峰会 那么到2011年在夏威夷坛乡山又举办过第19届IPAC峰会 又在美国举办的 那么现在美国迎来了第三次作为主办国 举办IPAC峰会美国是相当重视的贺锦丽相当重视 那么显然拜登和贺锦丽那么重视的一个峰会嘛 那么美国方面一重视那中共马上就要凑这个热闹了 习近平绝对不愿意在这个峰会上他自己能丢面子 他很希望能够还原他去年在这个巴厘岛G20峰会上面 他自己的这个风光啊 因为去年巴厘岛峰会是习近平刚刚第三次连任中共的最高首脑 在这个峰会上跟拜登见了面 也跟绝大部分西方七国首脑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过见面和会谈 所以习近平风光的很啊 他今年要到旧金山重现他的风光 所以外交部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习近平他访问旧金山 举办中美首脑峰会要把这件事做好 而到加州来举办峰会加州也非常重视啊 加州州长柳森就说 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 比加州更有能力来举办这个峰会了 旧金山曾经是联合国的诞生地 也是嘛是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 并且加州的GDP现在已经眼看要上升到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啊 也就是加州这一个州它的GDP贡献在全球马上要进入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啊 所以说呢加州的这个GDP是相当高 所以纽森讲加州完全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 在加州举办一届就是IPAC历史上最高标准最好接待能力的一届IPAC峰会 那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怎么能不来呢 所以习近平对这个IPAC峰会 今年十月份他的这个参加 他是投入相当大的兴趣的 那么布林肯来的话 显然除了要安排好习近平能够在今年到美国来参加IPAC峰会 跟拜登有这么一个高层首脑峰会 有这么一个会谈之外 最重要的中共还希望能够说服布林肯 希望美国能够同意中共 让中国加入这个叫CPTPP 这个CPTPP的全称叫做全面于进步夸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这个呢在奥巴马年代奥巴马发明的奥巴马当时叫TPP 那么这个TPP呢 后来在川普接任以后 川普退出了TPP 川普为了北美贸易协定嘛 就是把加拿大墨西哥 拉在他自己北美贸易协定之下 川普第一次不跟你们太平洋那帮人玩 川普要退出TPP 川普退出之外 趁下来十几个国家 继续呢完善了TPP的组织架构 把它宣称为CPTPP 那么就在布林肯访华的前一天 六月十七号 中国商务部首席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兼副部长叫王寿文 他呢在当天举行的2023年IPA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面 他就宣布了这个消息 就是中国已经向CPTPP的委员会 递交了所有加入这个CPTPP的文件 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要加入CPTPP 当到这个CPTPP对中国成员国里面 中国已经具备了最高的成员国标准 那么中国这个举动一下子就把人家CPTPP的所有成员国 就看傻了这就跟当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对到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说 我们俄罗斯希望加入北约 当克林顿听俄罗斯叶利钦讲说要加入北约的时候 克林顿是捧腹大笑啊笑的都吃不起药啊 那么当时叶利钦也尴尬的陪着叶利钦在笑 因为克林顿心讲你加入北约算什么呢 我们搞北约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搞北约的目的就是要钳制你俄罗斯 消灭你俄罗斯打击你俄罗斯的 你现在加入北约那我们打击谁 我们成立北约干什么 所以克林顿是这样的想法 这就跟拿破仑要加入反法同盟呀 这不是很荒唐吗 所以中共现在要加入CPTPP 人家CPTPP的所有成员国一下子就懵逼了 你中国来干什么 我们搞这个CPTPP就是排除你中国嘛 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都进来了 就是不带中国玩 因为你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你是屡次违反世贸组织你自己的承诺 在世贸组织中破坏这个国际通行规则 所以大家跟你中国做不了贸易做不了生意 因此嘛大家都反感你中国 但是也没有哪个国家站出来 单独面对中国单独挑战中国 所以干脆我们抱团 我们重新成立一个CPTPP 当时美国是老大 那么美国要推出 但是英国要加入啊 现在英国加入以后 拜登就说美国是随时加入的 如果英美都在这个CPTPP不要太强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群还在 但是老群里面的一个成员国大家非常不满意 也就是大家马上成立一个新群 成立新型就把那个老群里面 大家不满意的那个群成员呢 不让他加入新群 那么老群继续放在那儿 没有人去发言 只有那个大家都讨厌的人 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你自己去发言 而成立的新群没带你混 大家什么人讲话 什么人出各种方案 都在新群里面 大家围绕着新群完 老群就让他做个摆设 也就是习近平最终就是把中国 带入了一个跟全世界的隔绝 大家所有地区都排挤你中国 你自己中国你自娱自乐在你那个群里面 包括你那个世贸组织 你就自娱自乐去吧 所有大家成立的都在CPTPP里面玩 玩到最后就是什么 国际贸易不带你中国混 那么最终中国不就是排挤吗 所以中共很清楚一旦受到排挤 他就没有机会通过他的这个贸易 能够对全世界所有成员国施加影响 施加中国对他们的各种好处了啊 中共通过贸易上面的这个利益 才能拉拢所有的周边国家 拉拢所有跟他自己能够站在一起去对抗美国的国家 所以中共绝对不能被你们排挤掉啊 因此中共它就必须要加入CPTPP 但是CPTPP它成立的本身就是要排挤中国的 可以讲CPTPP等于在经济上的一个反共同盟 你共产党怎么可能来同意你来加盟呢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 中共是没有可能加入CPTPP的 尽管它通过布林肯希望布林肯能够给美国带话 把中国呢带到这个CPTPP里面跟大家一块玩儿 但是呢布林肯一句话就把中国抵回去了 我们美国都不是CPTPP成员 你跟我讲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美国加不加入CPTPP 可以这样讲CPTPP虽然美国不在 但美国仍然是老大 也就是大家都看美国的脸色形势 美国要不要加入呢 美国是随时可以加入 美国现在是等英国 英国是打算在七月份就正式加入CPTPP了 那么英国一旦加入了CPTPP 美国要想进入 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等到美国一进来的话 基本上全球工业弃国和亚太地区 所有跟中国过去有贸易关系的国家 全部形成一个CPTPP的这个区域呢 那这时候中国就完全被排除之外了 人家在这个里面制定人家比方说零关税的这个条件啦 大家彼此贸易上各自有什么优惠啦 关税上有什么优惠啦 所有的资源大家共享了跟你中国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中国跟美国一旦对抗 你必然被世界文明被排除之外 在世界的文明都排除了你中国 你中国自己自娱自乐玩不下去之后 你只能回过头去跟普京一起玩 而跟普京玩普京现在不能给中国任何帮助 他们唯一就是给中国能够卖到一些能源 而普京如果不供给中国能源 中国不代表没有能源 就是中国对普京没有任何什么没有任何利益上的依赖 唯独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依赖 而普京是完全依赖你中共 你中国要大把的给俄罗斯输送各种物资金钱 输送大量的甚至是兵源 在这种情况下你跟俄罗斯捆绑 那大家都看得见俄罗斯是必然失败嘛 俄罗斯一旦战败普京送上海洋法庭 习近平你跟他捆绑 要么你跟普京一起陪绑 要么就是解决完俄罗斯以后 全世界必然回头来解决世界上最无耻最恶劣 给全世界造成伤害最大的这个共产主义专制国家中国嘛 只有把中国共产党彻底铲除了 中国这个专制集权被彻底打倒了 中国已经变成了民主国家全世界都安全了 再也没有什么台海危机了南海危机了 也就是中国一旦是民主国家 那么在民主国家的框架之内 大家都按照民主文明的原则完 那么在那个情况下 中国也会很快就富裕发达起来 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 大家都各自蓬勃发展 每个国家都过着自己幸福繁荣的生活 这不是全人类能走向一个光明和大家愉快的抗张大道吗 所以这条路我们是看得见目标的 就看大家怎么去努力把共产党铲除了推翻了 所有全世界人都安全都幸福了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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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